詞曲 李宗盛 老師 各位校長 各位講師 各位學員 吉祥 晚上好 我很高興你能夠參與這次的活動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來自潘文州聯兔國中的老師 今天跟我出席的也有我的學生也是已經老師了 可英老師 還有慧瑩 我這次是代表聯兔廣東會館地址規出席這次的活動 首先我先大略講解一下 其實是在2014年 我就已經開始參與地址規的成人班教學活動 那是在一個機緣橋的下 因為當時 廣東會館開辦地址規成人班 主要就是來自 職良的三養老人業的地址規中心 所以當時的老師是張天青老師 那麼很可惜他已經往生了 那麼他曾經告訴我說 老師你要教地址規必須要師出要有門 那麼他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去有一天 你一定要去拜訪 盡空 到法師 可是就是沒有這個機緣 所以我一直 在地址規中心 叫成人班主要目的就是 我體學張天青老師 因為60多歲人 要每個星期這樣子 來回兒聯圖 所以就 我就毛腿之間說 我再班 所以就邊學 邊看影片 邊看 所謂的 地址規式的獎 來教導成人班 那麼一荒就大概等10年了 當時我在學校有推行 但是因為師出沒有門 所以今天我來到這裡 就 向各位 師長們學習 也了解到了 那麼這一次我們回去 廣東會館的地址規的兒童班 還有成人班 將會照著 就是昨天校長 所提供的那個教材 從此進行 主要目的就是因為 我覺得 讓成人班的家長 跟兒童班的學員 回到家裡 能夠 有一個溝通的橋樑 所學的東西都一樣 那麼就能夠 互相的學習 互相的監督 以便讓他們能夠養成一個習慣 那麼 大家看看這兩天 那麼也有校長 所提供的實體的 就是教學的經驗 那麼在這裡 我在這裡提出我的看法 畢竟我們在中學 普遍上有三種 就是華人學生能夠 修徒的學校就是有所謂的獨中 華中就是所謂的國民群 還有就是國中 要推行地址規可能很多老師都沒有一個方向 那麼今天 早上我也發了 又是電子版的 這一次我參加這個 地址的演習版的給我校長 給我校長是馬來校長 那麼他可能就看到說 是巴撒朵 咕嚕咕嚕巴撒嗎 他說好 我們回來 OK 就是分享 那麼我在這裡我初步的分享就是說 因為星期五 星期五 馬來校長他們有一節是佛拉的 就是他們要去祈禱室 OK 祈禱了 所以我可能說必須用那個時間 來進行這個所謂的地址規 但是我們必須 我也一樣 也用這個 所謂的這一套教材 那麼來進行這個 那麼希望也得到師長們的一些意見 如果要推行的話 是否恰當初步的推行 畢竟如果在華小推行這些所謂的地址規活動 上中學沒有延續 那麼可能說只有 變成了小事了了 帶來為一家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周全的方向 讓這地址規能夠落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畢竟中學生 將來就是未來的家長 可能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改變現在的家長 我常常跟我學生說 我沒有辦法改變你們的父母情 但是我希望能夠改變未來的家長 因為未來的家長 將會造就下一代 所以這一點 我常常告訴我學生 人要有三面天將從這 我們就一起去做 另外一點 我們知道華文教育不容易 尤其在國中 切法實質之下 在我的學校我本身 我2003年4月1號 在這所學校 4月28號 我的太太就往生了 一直到今天 我還是華文老師 兼基力老師 就是20年 在這所學校 就是為了看顧這些華裔的人 從300人到現在的500多人 我的學校全校有1100多人的學生 那麼為什麼堅守這個 主要目的就是 我要讓這些學生明白 華文教育非常重要 所以雖然是 李校長也明白說 你的學校是國明星嗎 我想不是 是國中 但是我要求所有的 華裔學生來自華小 一定要報考華文 所以堅持到現在 整個縣都是如此 就是要他們報考華文 延續華文 可是面對失職問題 六年了 我原本有三位華文老師 變成兩位 那我們上課情景就是這樣子 一集 兩個老師上完 所以要推廣 所以剛才我在 這幾天在看 當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播放音樂播放這個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拿到這個短片 回到去 進行這類似的 讓學生能夠進行 不一樣的 上課的情景 但是很可惜的 今年有一位學生 他不是不能夠考 他說我不要報考 我不要報考華文 那麼家長也簽了同意 因為我的理念就是 一個都不可以考 甚至曾經也有校長說 後面班的不要報考華文 那麼我就叫整班學生去見校長 那麼有一次 一位物語學生他要報考華文 他說來自華僑 我不要考了 才能夠記得 我就告訴校長 不是我不能 不是我不能夠教 所以到今天為止 華文 中學華文 就是學生 來自華僑的 從來不會問說 老師我可以不要報考華文嗎 不會 可是今年就有意味 這位學生 就是在去年五月 我還記得五月十五 就把我高級教育部的 他告我的原因就是要我走 要我走 然後他說 有一件事情 學生 OK 背霸人也沒有去處理 所以我在這裡 我要告訴每一位老師 有些時候我們會面對很多挑戰 這個挑戰 可能你看到是學生在做 其實後面也有老師在做的 鼓吹 那麼警官也告訴我說 也有老師 顧及你 所以我面對很多很多 風風雨雨 但是有一句話 我們要牢牢記得 就像我的老師 黃賢敏博士說講的 保持初心 多做也能做 我 我依然還是跟女兒 還是這位學生 到底我需要再去勸他嗎 因為他就是要激發你 讓他有機會再去告你 因為李校長告訴我說 國中 unos 國中 是沒有 這個潛力都要提起人 去報導 好嗎 除非是 SMG SMG MG 還滿足 但是在这里 我依然还是喜欢当老师 希望在座的老师们 多说你就越能够做 毕竟维护华教的教育 毕竟我们中学的教育 华文教育 小学是华文的摇篮 可是中学生如果他不报考华文 有一天他真的有希望 有这个意向要去当老师 没有华文资格也不行 昨天全阳 二十七号星期一 已经放榜了华文 可是学生都考得不错 都考得很好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个学生错过了 可能就一种遗憾 我也记得 在前天 在我的祖别里面 坐在跟老师谈起这件事情以后 也有老师给一些意见 他说在你身上倒大便的 永远就是让你臭的 在身上你碰香水的 他肯定就让你酱的 所以 当我们提倡一个都可以少 坚持我要当老师 我会面对这种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是咱们 我们真的 需要大家的那种鼓励 需要大家的力量 来推动 真的 对于这个学生 真的那一天晚上 当他有教育部官员 要来第二天早上 要准备东西的时候 就是明天之中 有位家长 他从他孩子的手机里面 得到信息 把所有的东西信息给我 老师 现在不是学生被霸凌 是老师被霸凌 所以我就收到那份 那一份所发给我的信息 那么就是让管理来查的时候 那么 我也在想 我也跟警官讲 我是否可以备案 那么一句话罢了 老师 他是学生 还不成熟 你是成熟的老师 你要跟学生 计较什么 所以往往我们的老师 就是土在这种土地 所以我们老师 真的很需要 这种所谓的正能量 去推动 不然我们就路不容易走下去 因为毕竟 滑脚 还有好多后面的后续 逐中也有一批人生 在推动 华中依然有种事不在 请你支持 可是国中的老师呢 他就好比 契狱一样 如果老师们稍微没有所谓的那种日程 真的 提早退休的老师很多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认真 还有能够提起正能量 那么最后 那么刚才老师所讲的 一地堂课 才叫这个问题 在我身上真的是很有效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父母 可能能够进行采教 记得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推崇读金班 论语 大学 融融 所以那个晚上 我记得那个晚上 19 1999年 8月15号 因为它是我孩子 我说爸爸妈妈没有经验 你怎样都好 但你要出事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信念 一讲完这句话 妈妈就破养血了 可能说是巧合 可是到医院的时候是剖腹的 孩子的大便已经在流出来了 在妈妈下体了 幸好是背部 可是当他送去 妈妈是剖腹 所以当宝宝送去 那个所谓的婴儿室的时候 在哭闹的时候 他听到爸爸的声音 马上可以停下来 所以真的 我们就好好为教育努力 真的 有愿必成 那么 如果我们怀着一个善良的心 我们讲三面 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这位中学老师 他的坚持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报道学习的学生 报道读 Rubik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学生报读STM华文 将来我们就没有华文老师 华小的师资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华小推广地址规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在国中在途中推广地址规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了 那么我想回答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学会 第一我们有好多的参考书 欢迎大家来所提 第二我们有出版一本 叫做地址规的教学教材 非常完整的 可惜就是我们没有带过来 有吗可以拿一本吗有没有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今天晚上拿过来 就是从地址规的第一句经典到最后一句都有这个教学的编写 就是说大家可以拿到来看 就是说一开始互乎乎硬互买 那么要怎么教 有些什么这个技巧 还有一些什么的这个辅助的这个资料都有在那边 所以对教地址规的老师来讲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 刚才老师 你拿到这本的话 那么您的那些教的老师就有 有这个资料去参考 而且要怎么教都很清楚 所以其他的老师 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 我们想办法看看 有没有办法今天晚上回去搬过来 什么东西 对不起 少长 那个很多会 刚才我看过后回去 office拿了他们要的时候 到现在都还没谁答应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可能了 今天晚上没有可能的话 就表示说明天他们拿不到了 我去拿了 等一下我去拿 我们再想办法 等一下我去拿 先我答应你们的 所以刚才老师 我们上个月了 曾经有五位 我们的这个 学会的同人 包括一些校长 到这个广东会馆 Srandut 我们三个小时才去到你那边 我还回六个小时 去那边 由他们的那个 广东会馆的地址规 学会主办这个讲座 吸引了 当地的一些家长过来 所以谢谢你们的努力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 题目 好 看看 等一下 好 好 好 然后大家要勉励的几句 所以老师 尊敬的老师 感谢你 在天远的一个城镇 默默的为我们怀疑付出 你的用心 触动了我的内心 孟子说 人生山热 养不愧一天 土不拙一人 吃一点安亏没有事的 继续加油 默学 小学 读华 华小 中学 读华小 华小 瓜拉比拉的那个中华 那么 中四高中就没有的在那边读 因为读旅课 就换去营销 后来 实际又进去英文组 然后大学又读英文 所以我的华文是读POL的 所以不是很好 幸亏我有考FDN的华文 假如没有呢 可能都接触不到这个 70岁 也不能够清净人格的人 可能还在汪洋大海中 乱乱游泳 那么 德不孤必有灵 只要坚持继续去做 那么 这些 怎样教 教财 很多地方都有 我们保持联系 谢谢 那么我们就请啊 陈德法师来回答 去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刚刚这一位老师 这个 你尽心尽力啊 结果还被人家造 造米田共 我们出家的 你得要文雅一点 这个就是辽盘世信说的 你没有过错啊 还得到这样的批评啊 毁谤啊 子孙往往作发 所以你的后代是很好 我们推广这个文化 就不可能就是一帆丰盛的 这些挑战呢 我们就当作是提升自己的真相 这些地方 更能包容 更能包容 人家恶意对我们 我们还是依然 善意对他 慢慢他就会感动 当然我们也顺事而为 我们也不要强求 有时候太强求的 积极这个不必要的 他的一个障碍的话 有时候更会影响前级 那这个就看情况哪里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提到说 家里有位老人家脾气算是温和 被骂不回嘴 直接不理会 这样不算太温和 有些人是用热战 有些人是用冷战 温和的人是不动气 冷战也是动气 但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尤其在卫生方面 可是理念不听 不管好说歹说仍然无际于事 他都不理会 最后变成家里常出现叫骂声 他不愿改变 另一方则 则继继续则嘛 像这样的情况身为晚辈 可以如何改善老人家的态度 老人家他毕竟年纪大了 他有一些习惯 在形成的时间比较长 当然我们还是相信 人之初性本善 所以我们晚辈 尽力多气 把他卫生搞一搞 一次 两次 三次 可能老人家就会不好意思 当然你在做的时候 不能让你不好意思 让你不好意思 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遇到的人事 这是依报 随着我们正报展 我们的真心展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像我之前22年前 到澳洲金钟学院 有一位卢史书 他后来也是出家了 我们当时九个男士住在一起 那又比他年纪大的 像沉总是小他一辈的 那九个男人住在一起 有时候客厅也有些伤 他都没有说什么 他自己每天擦 擦到有一天 客厅有一个人说 你们要保持干净 你看人家每天都擦得那么干净 这作作作是对护动人的 像真的 所以我们对老人 还是要多一些耐心 然后呢 他好的部分 你要称赞他 他不好的部分 你包容 你去协助 这样人就会感动 所以成年人不是被要求出来 成年人是他善根自然出动 他就会去转变 好 这个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下 好 那校长 老师 老师 我们先回答一个中医部分的问题 这两个是中医部分的问题 我回答一个吗 好 那各位老师 校长好 那这位老师 钟一文老师问 在中医有什么方法或按摩哪个穴位 可以舒缓紧张的心情 您这个问题很好 可能很多人都会容易紧张 那么首先呢 舒缓紧张最明显的就是音乐 我们一些音乐经常听 连过让自己的磁场相对平稳 另外呢 从五味的角度 甘甜的 不管是食物 药物 都有助于帮助我们舒缓紧张 这是从身体的角度 那如果人经常容易紧张 恐伤肾 难免肾气很弱 那么你想改变自己的情况 用补肾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黑豆 核桃啊 板栗啊 这一些补肾的食材呢 也都可以帮助自己慢慢地改善这个情况 那么您问到按摩哪个穴位啊 就是我们掌心的劳工穴 就是我们的手握拳中指 中指指尖这个位置 手掌心的凹陷的这个劳工穴 中医里边讲 心穴劳工穴 我们简单地理解 我们的心脏缺血 你找谁要啊 手管部门就是劳工穴 它可以急救 如果心梗 吃血 或者你感觉整个人都脸色煞白 你紧张的时候容易这样 你就可以自己掐住 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劳工穴 那如果力量还不够 可以用手指这样对错地掐 用一点力 很快心脏供血就会回复回来 那同样有急救效果的是 内关系 在这个掌横纹上面 两个大纸宽度的一个位置 也可以 但劳工穴比较好找 它有这个急救的作用 你按一按 劳工穴也有助于 舒缓过于紧张 以至于脸色都发白了 这种情绪 这是第一个中医的问题 那请问 我是继续回答 好 那我继续回答 这位叶锦静 老师请教说 时常听人说 老年人睡眠不必太长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正确地需要多少小时 有人说50岁以下 需要睡8小时 50岁以上 睡6小时就够了 60岁以后 只需要睡4小时 请问这样的说法 对吗 我们刚刚下午讲到 喜极有长 曹天龙先生的书中 第一句话就是 小妹乃老年大患 睡得少啊 是老年人一个最大的痛苦 所以不是说 因为很多老年人睡得少 我们就觉得 哦 你老了就应该这样哦 那很残忍的啊 因为睡得不足 血是养不够的 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了 血压高啊 皮肤 烧痒啊 乃至于遗忘事 所以当然我们要帮助老年人 睡眠久一点 但是随着我们的衰老 难免睡眠会比年轻的时候 要短一点 那没有一个固定的量 我有见过 有的老年人睡八个小时 也有见过 有的老年人 真的是十五个小时 主要看 他第二天起来 精神是不是健忘 精神好不好 是不是感觉很疲累 那么你说 一定要几个小时呢 我请问各位老师 你忙的时候 跟你度假的时候 睡眠时间需要的一样吗 哦 不一样 那哪里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所以这个要因人而异 那大概呢 总是要六个小时啊 一般的人才能够感觉够 当然有功夫心 心境的人 需要的时间可能多 那望念多 生活的地区啊 环境污染重 受到这种资讯的干扰多 用神多的人 他需要的时间可能要久一点 这个都是不一定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谢谢 好 刚才我们说了 哦 我们这边回答一提 然后就台下 另外一个提问好不好 来 OK 好 来 请你 尊敬的法师 尊敬的法师 各位校长 各位老师 晚上好 莫学有一个疑问 在我们中华民族里 有着一个博大精神的文化体育 体育 古圣先前留下了五千年 渊源流长的文化道统 但是有个说法 但是有个说法哦 东方文化有道无俗 就是说 在呈现方面啊 presentation啊 这手段的方法 比较缺 缺缺法律 那么相反 西方文化呢 就是有俗五道 那么在此 莫学想希望听到 法师 各位大德老师的一点 见解和分析啊 谢谢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还不大能够抓到你的这个 重点 你是有道无俗 有俗无道是吗 就是说 就是有那个product 但是要 要呈现出来 presentation是比较 这方面手段是比较 轻实一点 比较弱 比较弱一点 但是西方文化 他们是 他们的刀 刀虫可能 没有这么强啦 但是他们的 那个手段是比较强 就是说 这两个差异 莫学想听听一些 大德的意见 谢谢你 谢谢你 您是来自哪个单位啊 我是哪个 我是来自 安邦二校 医治对办的学员 ok 跟叶董一起来 ok 好 谢谢你 好 这个 在近代 有一位 大家都很熟悉的人 叫 新中山新城 他在三民主义当中 他有提到这个东西方的观点 那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在西方呢 也生活了很久 而且他本身也是医生 西医 所以他有提到呢 中国要跟西方学的就是西医 其他的部分呢 都要跟中国学 好 好 那 我们整个中国留下来的文化 在这一百多年呢 是比较被忽视的 好 这有一个时代对比呢 因为西方全奸套利啊 打中国 你看 印法联军啊 这些 日本呢 还有台湾 这个这个 歌浪啊 这些种种 把民族自信心啊 就打了有相当的影响 但是你看 金中山先生在那个年代 其实他已经讲了 我们是机器 这个科技机器啊 不如西方发达 但是其他的部分 你教育也好 甚至政治也好 都要跟东方学 我们看西方 在那个年代 金中山先生已经说了 西方民主社会啊 已经出现落干问题了 而在西方 他这个民主的体制啊 假如老百姓的素质不够呢 他会慢慢可能会变成金钱 可能最后 背后都是财团啊 在影响 所以 这个老人家 孙孔老婆上他就讲了 制度啊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圆 人的素质好了 制度差不多啊 能把国家势力好 你的制度不错 但是你人心 他不是大功无师的话 那他会用这些制度 来达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人的教育啊 还是最重要的 那东方强调的道 其实就是身心 就是人心 你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道 那其实呢 东方的学问也是强调 你有心还有配套的方法去做 并不是说能有 就像我们有心要去弘扬文化 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方法出来 调查出来 去运作 不能说我发心就好了 你发心一定会具体表现 在你去做的 这些行为上 所以孟子有说 图善不足以为正 你只有善心 你不能把政治办 除法 你只有宪法 这些制度 他不能以制行 你有好的制度宪法 但是你没有好的人去执行 那还是没有用 所以有道 还要有配合的素 去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你假如有素 你都是这些制度 但是心 这个道是自己的心 你说政治人物 他都有自己的 这种利益在其中的话 那就算这个制度 还不错 但是人也会去装控制 好 那客观来讲 现在各个行业都缺道 好 教育要正心思道 一节节要正心一道 商业节要正心三道 好 所以 诸位同仁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机努力 好 谢谢 针对这个问题 我想补充一点 其实简单化 刚才你的问题就是说 东方这边有内容 但是宣传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外面的人不懂 西方内容不是很多 可是他们很会宣传 简单是这样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跟我们中西方的文化 这背景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 那么刚才所讲的 可能那个是早期 或者是几十年前 等于我们本记家 为什么讲早期跟现在不同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方人 基本上 是比较内向 比较天和 比较含蓄 对吗 我们比较中方人 跟那个西方人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对吗 我们叫我们的孩子 不要随便说话 我爱你 口难开 各位都有着唱了 对不对 那西方人 我们看到他对孩子 他什么都讲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奇怪 这个孩子才两三岁 为什么讲这么多道理 他们就不同 他们的那种文化 文化他们比较外向 所以早期 我承认 早期就说 我们中华文的文化 只是内在 没有外在 早期 那么西方就比较外向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讲不过他 你里有很多料 可是你不会表达 那么那个 空 罐子 可是非常响 这个就是一般上的 一般上的 看法 但是 随着现在这几十年的 改变 媒体 现在中国的媒体 或者台湾的媒体 也不到输西方了 对吗 也在这个网络网络里面 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 所以刚才你所讲的 可能已经没有这么严重了 所以我说 假如说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 可能非常严重 可是现在呢 讲呢 东西方的 学生也没有 至于这么大的差距了 这个是我想补充的 好吧 好 我们就回答我们这边的问题 这个你要回答一下 OK 这边有一个问题 觉得香糖 但是我不要煮了 是说 他是想说 有一个被盈利的主持 要想提倡 巴扬这个地址规 那么 要怎么样去进行 所以这个是比较 本土化的问题 就我们这边两个回答了 OK 我建议 我建议 想说有这样的一群的人 想要提倡巴扬的地址规 我的建议 能够去 一 看看你 附近的地区 有没有 推广地址规的月协 或者是地址规中心 假如有的话 假如有的话 那么 这一班有心人士啊 可以下入 这个地址规中心 或者是 参与他们的月协 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 假设说 在你们的地区里面 没有这个地址规中心 好像大升地址规中心 或者也不幸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地址规业学 那么我就建议 这群人士去注册 一个新的地址规中心 或者是地址规学会 来大胆地去 再增加多一些地址规中心 那么 好了 你就会问 那么我成立了这个地址规中心 那么接下来我怎么办 那个呢 起步就比较难 先于事情 起于你的脚步第一步 对不对 你成立了这个中心 或者是你成立这个月学 那么 第一个就是你要找一个场地 这个有钱可以解决的不是问题 第二个 你要找私私 你要交财 交财我们这边 尽可能会提供给你们 私私 那么既然你们有一班的人了 已经有的人了 那么我们这边想办法 找人去为你们培训 那么三个问题都解决了 好不好 这个是我简单的一种建议了 现在又回到 场上的问吧 好 请 校长 法师 各位老师 我来自槟城菩提族中 我教佛学 我想用地址规的禁止 其中某些禁止来教武界 不杀生 我用犯爱众而亲人 然后不偷盗 我也找到了里面的禁止 不妄语 我也找到了 不赢者 我也找到了 只有不学赢 我找不到 请师父为我开示 谢谢 这个不学赢 首先 得有伤 愚轻修 你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父母都很萌修了 是诸兄 如是兄 是人 这个 今天我们王大夫也说了 你跟 看到比你年龄大的 当母亲看 当亲小 差不多年龄的 当姐姐妹妹小 差不多年龄的 比自己小一辈的 当自己女儿小 比自己小一辈的 这个邪念能够使助 那包含 这个 这个 非圣书 禀悟事 必聪明 坏心事 他就看这些不好的东西 他的这些邪念 就会很长 你包含江家仁 先问 你要尊重义性 这个我们都可以跟 学生谈 就是说你是真正爱他 你要替他设想 首先第一个 你们还没有结婚 你要尊重他 不然假如怀孕了 怎么办 再来 你虽然跟他有缘 但是他不一定跟你走向婚姻 是吧 所以你尊重他 真的走向婚姻了 这个 才不是学营的行为 而且 这个 当 你没有尊重他 你还是中了欲了 可是有可能 你后来没有提他 可能 他真正的丈夫 假如在意这个的话 那你就影响了他的婚姻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张显 让孩子懂得这个爱 爱是用心去替他睡想 想他的未来的情况 这个都要顾虑到 所以爱的感觉是温暖的 不是互相伤害的 爱的言语是正直的 不是都讲话语调语的 而是为对方好 提醒对方的 爱的行为是成全的 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战友 都不是去成全对方 比方说 比方说 对方要去进笑了 你应该去成全他的笑 你不能说 哎呀 我就希望你陪我 那个是意 那不是爱 爱的心地是无私的 可以从这几个角度 因为可能发生一些社会新闻 都可以借了这些新闻 那孩子去分辨 这个是爱还是意 这个逗闹场 学务性 你看今天这个 李正俊老师提到的 酒吧 里面那种氛围 就不好 所以我们感谢 这位老师非常认真 谢谢 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关系到教育学校的 所以我也在这边做一点补充 我有一个学生 在中学是担任的辅导老师 这类问题啊 刚才提出来的 对中学的辅导老师 可以说是非常 补充 非常正常 谈到说男女关系 性爱的问题 非常地普通 那么他有告诉我 他说在他进行辅导的过程中 他会用到地址规 我听到之后我就很高兴 地址规这么有用啊 中学的辅导老师都有用 他就给我了一种这样的说法 他说 地址规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原理跟我们的行动 我们要很 小心 要很谨慎 意思说让这些中学的男同学 女同学也好 你的一举一动 你都要很小心很谨慎 尤其不可以损害到别人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中学生就比较谨慎了 就不会所谓的乱来 他不会乱来 他就不会发生了这样的一种 男女的关系 对吗 就是说 我们要给别人感觉到我们有信 我们有信任 我们可以信任的 就好像说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他对他的另外一半要有信任 对吗 那么我们要给我们的太太一个信心 说我们是好的丈夫 我们是好的爸爸 我们不会乱来 所以太太对我们有信心 对吗 所以一个警一个信 所以刚才我在 昨天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说 弟子规其中一个带来的好处 就是学生变得会更加自立 他会守着自己的本本 他不会乱来 因为他乱来的时候 他不然就想到了 弟子规里面的情绪 就好像刚才说 动脑场却无信 我们的言情各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 就是说 从这个普段老师的讲解里面 我们可见得 说弟子规 在这方面 可以扮演他的角色 也可以看到他的效果 这是我一点点的补充 现在回到我们的 这个问题 Question 大家老师好 那一位老师呢 吴美玲老师也提到 一位学生今年九岁 他跟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 在班上常常会说 我不喜欢我的爸爸 只要上到有关于爸爸的话题 他就特别敏感 老师跟他妈妈高通过 妈妈说父子关系从小是不好 改变 所以 身为老师 到我要 要怎么样 帮忙 首先 能感受到 吴老师 对这位学生的 这个关注 跟进一步的更进 那 应该是个男孩子 看起来 因为这个 男生跟女生 有的时候也跟 这个爸爸妈妈的关系 有不同的情况 如果是男孩子的话 那 第一个 要跟妈妈了解 这个 爸爸陪孩子的时间 够不够 那具体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包括在开照期间 那就是 亲手关系的建立 可能都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 常常会说到不喜欢爸爸 那我们就要 这个机会 教育去引导 有没有了解他为什么 是爸爸比较严厉啊 还是爸爸有什么情况 甚至是有的时候 如果妈妈在孩子面前 想爸爸的不适 可能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到 孩子和父亲的关系 那这个都要进一步的 多去了解 那妈妈说父子关系 从小就不好 所以要提醒妈妈呢 这个父子有亲是爱的原点 如果孩子现在九岁了 跟自己父亲的关系 都已经这样不好了 那这个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幸福 和他身心的健康 那这个还是要及时的来调整 不然的话可能就会 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也要能够 作为我们是老师 这也是孩子非常重要的身上缘 那我们如何能够 把爸爸的一些辛苦 一些不容易 自由我们的了解 从我们的角度就告诉孩子 然后能够理解爸爸在这个时代 可能为家庭 为社会也做了很多贡献 可能也牺牲了不少的时间 那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跟这个 孩子的爸爸去交流也提醒家庭 能够多点时间陪陪孩子 可能有些时候孩子 也许是希望跟爸爸在一起 散散步啊或者吃个饭啊 之外这些情况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孩子内心也会比较启发爱 那有的时候他有调皮了 有些情况了 如果爸爸比较严厉了 可能他也会有点这个 有点紧张啊 可能会惕叹 好 那小龙目前就想到这些 那看看请我们 好 王阳老师来提供你 谢谢赵老师 我觉得赵老师已经 谈得很详细了 那么我看到这个问题以后 所想到的就是 我们先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出在哪里 那孩子喜欢在班里讲 我不喜欢我的爸爸 那我们作为老师 可以去问问孩子 你到底不喜欢爸爸哪里 了解到一个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的母亲去沟通 首先 如果母亲也有把先生的一些过失 放在心上 像上午我们法师讲课中提到了 他不能做到妄忍呢 那他一定会通过言行啊 不自觉地带出来对先生的抱怨 那这种抱怨的言语 你既然多了 孩子难免受到影响 孩子也会觉得 对 就是爸爸不好 所以 要跟他的母亲沟通 那么转变的方法 其实也很简单了 一个是忘掉 先生的不好 那怎么忘掉他的不好呢 就是可以尝试找好处 这个我们李老师代班的时候 好像有尝试领着同学们去找好处 一开始孩子都没好处 你慢慢找 一开始可能很小很小的事情 爸爸帮我拿了一把伞下雨天 或者怎么怎么样 慢慢慢慢他就会发现 父亲的很多闪光点 像赵老师下午讲课 《教导成书》中那个故事 那个人叫什么 他就是因为一声不说别人的是非 一直都赞叹别人 后来就考上功名了 对啊 可以把这样的故事跟妈妈分享 那么孩子如果抱怨爸爸 那对未来他遇到老师 遇到领导 会不会抱怨 遇到跟父亲有类似的 其他的社会大众 会不会也很难相提 让孩子和母亲认识到这个问题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那这样的话 就能慢慢化解 这是王川想到的 如果有不足也可 把学和校长们一起抢 我们再补充一点点 那么这样的情况 是家里看到的结果 所以 黄老师刚才说 要找出他的痕 那么清除了他的痕 那么 这个夫妻要配合 夫妻一定要配合 那么知道了 什么原因造成 这个孩子不喜欢的爸爸 那么可能是 抱怨 心里抱怨 直到痕才能够写 所以这个夫妻配合是非常重要 然后还要有原则上的公式 那么母亲 应该要让这个孩子知道 父亲不容易 父亲在外面赚钱养家 他的辛劳 那么没有人讲 孩子不知道 所以这个 孝心 要开启他的孝心 那当然爸爸 也要让这个孩子感恩母亲 母亲也不容易 所以这个原则公式是非常重要 那么 还有啊就是 家里的情况如果 没有与生做折也很难 好 所以这个夫妻 一定要与生做折 那么这个爸爸 或者是他对家里的人 他们的关系 这些全部都有影响到的 他的果看到了 他的因找到了 那么 还要与生做折 才能够慢慢的修正这个孩子 这种对爸爸 不喜欢的那些训练 那么假如能够 那种孝亲感恩的那种活动 可以让他们参加 孩子如果 那个孝亲的那种 念头啊 那种是想 开启出来了之后呢 这种应该可以迎认而解 好 谢谢 我身为男士 父亲啊 我要为父亲跟男士讲这句话 我们华人社会 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男主外女主内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这个 以我的例子来讲 我爸爸常年是在外面工作 妈妈是跟我们在一起 请问哪一个关系会比较好 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产生了像这一种 果 他的因就是因为 因为基本上我们男子是在外面 你儿子的妈妈是在里面 所以亲子关系 难免是有点疏落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大家了 是有母亲节先还有父亲节 母亲节 我因为要了解母亲节 我要写母亲节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父亲节 我才知道 为什么会去献 这个母亲节先 然后很久很久过后才有父亲节 我 有关系吗 有 为什么不是先有父亲节 为什么 就是有男女的关系的因素 你一想到 哪一个先 没有可能父亲节先的 一定是母亲节先 现在也是一样吗 庆祝母亲节先 还是庆祝父亲节先 母亲节 母亲节 为什么不先 庆祝父亲节 母爱最大 我小时候唱来唱去就是妈妈好 我那小的时候没有唱爸爸好的 也没有好爸爸的 后来很久很久以后 我才唱到说 歌颂爸爸那首歌 我多么高兴你了 什么 告诉大家一个人的见词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可能你不懂啊 庆祝了母亲节很久之后 有一天在一个教堂里面 庆祝母亲节 有位女士 深感 什么 深处感动 他就站起来 他说 我们每一年庆祝母亲节 但是 我们忘了我们的爸爸哦 那么他就讲出来 我五家兄弟姐妹五个人 我们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是我的爸爸把我们五兄弟教养长大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庆祝母亲节 而忘了父亲 所以他就站起来说 我们要这个父亲节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结果就把这个信念 大家认同 那么就有了 幸好有了父亲节 这个节日 好 跟大家分享了哦 现在为了方便 他们就讲什么叫双亲节 但是有些地方很好 先来母亲节 接下来是父亲节 大家是双亲节哦 又多了一个节的 好 我们又轮到 轮到下面 好 那位 请报上你的名字 你的单位 法师 校长 各位讲师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槟城菩提独中 槟城菩提独中的老师 我这边有三个我要讲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刚刚我听到 那位白色衣服的老师 提问的那个问题 我想白色老师 他讲的应该不是那种 宣传不足的这种情况 我想他可能要提的就是那种 比如说在西方国家 他们在做这些 像这些教育 他们可能会有去做研究 会有做一些论文 然后可能会发文件 然后或者是去做临床 调查实验 然后可能会 找很多很多那种 可以被观察的这种个体 然后追踪十多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到老的这种 个案的调查 然后去记载他们的 整个原型局局 然后一直到后 统计出来他们 当时候是受了什么样的教育 然后他们的整个生活 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一种改变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 到最后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总结出这些巴仙率 不晓得现在 好像中国 这种大学有没有 在一些研究 或者是论文 就是有这种数据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第二个呢 就刚才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小弟不才的 可能读的华文不多 然后刚刚 欧阳老师所提的那个问题 我这边有发现 第三十一段 一直归 清人天 这个 多人者 人多味 言不惠 色不媚 不懂能不能够拿来 代替 不协赢 的这个教法 因为我的理解这里 这边我看了一些文章 这个 这一段 这个色不媚跟我的理解 大部分都是不一样 但是 我觉得也可以另外一种理解 就是 假设 一个人者 真的是一个人者 他出来了 然后 他除了 这个人家敬畏他 说话 就公正 五十六 隐瞒之外 人者 还有一种 一种特质 就是 一般上 色 色其实很多意思 我刚才查过了 但是里面有一个意思 就是 女色 女色 也不非常容易的去 魅惑到他 迷导他 然后他可以 更加有目的性 更加有目标 或者更加有 争议 然后去拒绝这些内祸 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种 所以就会 自然而然的 就不会去学义 我的一个 小小的看法 再来第三 是 小弟本身要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看到一些 在网路上的 有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些 地址规 会面对到一些 怕法 比如说什么呢 是说地址规 会不会是 早期 新潮 用来给 那些当时的学生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 帝王的时代 他们需要的是那些 可能比较服从 可能 可能需要服从 这个帝王 这一种 洗脑的工具 这个是我 最近其实想要去 推地址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到一些 人 在 就是我所谓 用阻力 就是 会听到有这种 声音的存在 所以 我其实一直在去 寻找这个答案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种 洗脑的 或者是 会让人成为 奴性的一种想法 的一种 经典 这个是 我觉得 让我困惑的 一个疑问 今天小弟的问题 就到自身上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回应 这三个问题 那第一个 这个调查 现在应该 中西方也都强调 你要 我这一件事 可能都要 起的 这个人数 有一定的人数 比较有公信力 所以应该 现在 中西方也都强调 这些 所谓 客观的报告 那第二呢 这个社不媚 是形容一个 有道德的人 他的言语正直 他的言语 他的表情 不会 这个媚 不会是 惨媚 这个意思 当然 您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等于是说 在男女相处当中 不要有那种 媚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 就是说 有道德的人 他这个 这个 要抵御这些诱惑 但他原来的意思 他还是说 他不会惨媚觉的 他说 他是无欲折 所以他社不媚 这个是惨媚的意思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 谈到这个洗脑 我感觉 首先 我们 我们对古代 他们的社会状况 我们得客观对战 比方说 清朝 康熙 雍正 乾隆 他有一百多年 当时候的社会 就算蛮安定的 我们 不能说 他是过去的 好像一种否定 因为 承德以前 就感觉 我们是这个 五千年来 最进步的一代 我的感觉 好像那个 那个教科书 什么进化论 之前好像给自己这个感觉 后来感觉 自己远远不离古代的人 清静 有智慧 而弟子鬼本身 他是根据 孔子的教诲 孔子的一段 教导 在《灵语学而第一》里面 提到的 弟子 入得孝 出得窃 请而信 妨碍众而亲人 行有一律 何以学闻 所以这一本书 是依照孔子的教诲来 编起来的 我相信 这个跟奴姓没有关系 圣人他是站在一个人 要成就自己的人格 成为圣贤君子的话 你要从这七个方面去提升你自己 这个不能讲什么明性的问题 因为这是依孔子的话编出来的 而且他的这些弟子 其实也都是根据 古代这些四书五星的一些跳语 把它编出来的 你看里面啊 跟里有关的 里记七里就有好几句 那个包含这个 这个见仁善即是几 这个都是从灵语里面出来的 阳仁恶即是恶即是圣 这个都是从灵语里面出来的 那你说 比方说 比如说这个地子规是余孝 那明明地子规就说了 听有过 见死真 余无色 如无生 所以我们自己 有正确的认识 不要受人家说法的一个影响 好 就这个问题 OK 我曾经讲过一个课题 对地子规的误解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讲过的 所以我对这个课题 蛮有兴趣 因为我曾经做过 这样的一个讲课 对地子规的一个误解 那么其中一个误解就是说 满清人他是少数民族 他为了要管理统治汉族 所以呢 就用这个地子规来管汉族 来统治汉族 来移 移民 积立的了 主导师说这个汉族 变得 是他们的人 所以这个课题 那么我有两个解答 第一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他的作者是谁 李毅秀 李毅秀是做大官呢 不是 他是一个书生 他是一个老师 对吗 那么他写这个地子规 编地子规的用意是什么 他不是拿去卖哦 不是赚大钱哦 他写编这本书的用意 是要用来作为小学的教材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的背景 好了 他既然不是高官选要 他也不是卖这个地子规的赚钱 所以可以不可以讲他用地子规来 愚闷或者是去弄这个汉族 或者是统治汉族 不成理由啊 文献也没有也没有说 李毅秀曾经得到高官选要的什么 后路或者是利誉 没有这个文件哦 我查到没有哦 我真的有查过的哦 没有这方面 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来说他是被清朝的高官选要所利用 所以这一点已经是不成问题了 好 回到刚才第二个问题 世故前书 世故前书是在清朝里面完成的 世故前书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大的数量 跟数字可以讲吗 最完美的这一套书 是在清朝里面完成的 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里面奉献非常大的一个著作 一个工程 所以回到刚才了 清朝少数民族要的管理 统治 统治汉族 用这个地址规 好像又不成了 对吗 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个 这样大 对汉族 这么大奉献的 一项工程 那么现在我们倒准的时候 他要管理汉族 或者是要少数民族 要统治汉族 又不成了 所以基于这个两个原因 我个人认为啊 就否定了这种缺说 说他们利用地址规 来管理统治汉族 可以接受吗 不接受 下一课我们再来谈 时间 时间到了 对不起 还有更重要的 还有更重要的 ok ok 好的 一位老师 提到 我的女儿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从了工作 回家就一直滑手机 下期时也是从早到晚 躺在床上滑手机 也不帮忙做家务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给他接触过地址 也没有给他做家务 请问法事校长有什么方法 或建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 好 当然 这个 养女儿要有职业道德 这个 养好了再嫁出去 好 好 好 那这个 刚刚王老师有说到 任何情况出现了 要有果退阴 那二十多岁了 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首先呢 看看这个女儿的工作 是不是很辛苦 再来 他从小到大有没有给他立地指向 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那 先理解孩子 他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也相信呢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足够的耐性 二十多岁啊 还是 比较能够容易调整过来 好 那从小到晚躺在床上滑手机 这个要把王山大夫的课程 要介绍成 让他学习一下 现代健康时调 因为他还年轻 他的事业 学业 未来的家业 如果成家还要养孩子啊 方方面面 他现在的状态 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家庭 所以这个部分 可以很真诚地跟孩子 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那这么大的孩子 还是尽量都要用这种 阻导的方式啊 那当然我们一看到孩子 在那里看手机了 我们是什么念头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什么念就赶什么样的果 所以你看到孩子这样 哎呀 很心疼啊 是吧 很想让他去转变一下 还是 什么又这样了 所以这个也是 好 好 那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从小没有给他接触过弟子龟 小龙也从小没有学过弟子龟 但是我们有 师傅老人家 还有我们蔡老师 有续讲弟子龟 所以在家里 就叫自然的音源播放播放 可能有些部分 就会有一个影响和带动 好 那做家务的部分 教女一堆 如果我们能够 让更多人接触到 那这里面都有讲到 要培养孩子 要从小做家务 特别是女生的部分 那这些功课也都需要我们 当父母的 甚至越来当父母的 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和了解的过程 好 那下面我们请 我们陈德法师来 好 谢谢 小老师 那 我想我们这几天 一直重复 就是教育 身教 原教 禁教 刚刚赵老师有提到 你现在面对孩子这个情况 是心性 心性是很重要的 你是使得他 还是心承他 甚至于自己有一种惭愧 啊 这个他那么大了 我之前没有很好消产 但是也不要陷在一种 这种负面的情绪 亡羊补饶 游未完语 首先这个身教就是 你也不能玩手机 你身教 你人生活的很有意义 这是很正确的目标 你就在带动这个孩子了 那他也会遇到他工作上啊 人际上种种问题 你要用原教 然后抓住这些机会点呢 去引导他 他的思想 就开始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 好 那这个 这个刚刚我们校长也提到很多 像我们 这个有 我们的学会 包含我们巴生 这个地址中心 这个大家 其实都可以来多观摩 学习 那这个赵小龙老师呢 他在网上啊 都有开家长的课 小朋友的课 这个我们到时候透过群组啊 可以发给大家 我们都是teamwork 好 这个 这个 王山老师在网上讲 养生的课啊 讲 讲了多久啊 快两年了 而且他会持续在讲 所以大家也 这些平台啊 会介绍给大家 那像英国汉学院也有邀请一位周医师 周丁医师 他有讲十二堂课是认识自己的体质 你上了这个课 而且他也强调 哪些穴道啊 对你的五脏六腑有帮助 你自己认识的 你也知道自己家人的情况啊 要把健康变成自己手 不是交给别人 好 那这个 先回去到这里 啊 秘书处再次提醒我们 啊 这间 到了 超时了 哦 幸好明天我们还有一场 啊 这个大客室的交流对吗 哦 不然的话你们回去的话 你们可能要等一年过后再来了 哦 那么我们这个 啊 交流 啊 就到此结束 没有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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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